报告有关内容片面解读中国的航天能力发展 炮制所谓中国外空威胁论 其实质是为美国谋求称霸外空制造借口 是美国固守冷战思维 渲染大国竞争 转加自身责任的右翼具体表现 事实上美国才是当前外空安全的最大威胁 美国公然将外空界定为新的作战疆域 成立外空军和外空司令部 研发和试验具有进攻性的反空间系统 并计划在外空部署反导弹拦截器 不断加剧外空武器化和战场化趋势 挑动外空军备竞赛 美国还长期消极抵制外空军控国际进程 反对谈判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外空军控条约 甚至独家阻挡联合国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专家组达成报告 中国合理稳步探索外空 是为满足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和安全等需要 也是为人类空间科技探索和发展做贡献 有关能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也不违反现有国际义务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在外空领域 践行构建人类民运共同体理念 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 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 主张国际社会尽早谈判达成外空军控条约 主张国际社会尽早谈判达成外空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